无菜单料理和热炒店 台湾随处可见 但卡本有吃过无菜单热炒吗 在台南安南区 有一间看似平凡的街边小店 里头却隐藏着 大师级的百样丘楼菜 酥炸水帘 拼麻油松板 姜抱鸡 手工白带鱼等 道道精彩 口口惊艳 老板年纪轻轻 已经累积了 二十多年的餐饮经历 粤菜 穿菜 日式等料理通通南部倒塌 像是这一道酥炸水帘 拼麻油松板 融合日式炸天妇罗的概念 将水帘酥炸成一张绿色蜘蛛网 接着叠上用大火煎炒的松板肉 脆口弹牙 绝妙的滋味 只有来到这里才吃得到 整个嘴巴都是鹅 结果随便夹一块都是鹅 鹅也很鲜 那你大哥也要去爆出来 它很香 他有用他自己的中腰包这样子 今天还有很多咕哩 冬天一定会在店铁锅 今天这一天 我感觉这味道很好吃 我就是老头一直吃 我怎么吃的这味道很好吃呢 右手快炒 左手不断地翻动着炒锅 更烈焰强快 这间座落在台南安南区的街边小店 炒饭炒面葱花蛋 既样热炒品上看似平凡 却是欧干辣豆油 菜单上的美味不说 菜单以外的special更是惊艳 酥炸水帘拼麻油松板 姜爆鸡 手工白带鱼 鹅仔蛋 铁板鸵鸟肉 要善养生菇鸡汤 做出这道道精彩 口口惊艳的秋露菜 与老三是三十多岁的少年老闆 OK 好 拜拜 我十五岁慢慢踏入餐饮 那正是当学徒师 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学了没有达到它的标准 它可能就会被揍 就是这种炒菜的 我们就称它为草嫖 它可能会从人的后脑勺 这样猫上去 像我们很常来吃的 就是老板有时候 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菜 像这个炸水帘 就是我之前来都没有吃 一开始会有这个想法 是想说 难道蔬菜只能用炒的吗 我就拿水帘试试看 发现这个效果还不错 将新鲜翠绿的水帘 换上一层层薄薄面衣 接着下锅油炸 换上另一套金黄绽衣 锅中的水帘盘根错节 在高温热油的鼻催下 支成一张绿色蜘蛛网 即可起锅 接着主角登场 有一点半煎的感觉 这时候我会下一些爆香料 煎炒后的松板肉伴随着迷人油花 脆口弹牙香气足 那个松板猪超Q弹 然后底下有那个水帘 跟松板猪的那个油花吃起来 一起吃的话不用不油腻 因为它现在冷了 可是它冷了它还是脆冷的 油脂丰富的松板猪 配上香酥炸水帘 绝妙滋味让人吃上一口 忍不住竖起大门哥 一边的东西 赞啊 真的啊 很好吃啊 我家都变好丁油变来 人家来都变很适合 爆鸡它的那个姜很香 它那个姜吃起来都会烤烤烤的 对 而且那个鸡肉跟这个姜在一起的 那个味道就是很辣 一口香酥姜片 一口Q弹肌肉 台菜经典姜爆鸡 选用的是肉质软嫩的防土鸡 两段式油炸后 利用高温锁住肉质咸甜 逼出油腻感 非常考验大厨的火候功夫 今天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油温的控管 如果它持续太高温 它的肉会变很柴 那我会利用里面的这个温度 下去炸姜片 炸到包如蝉叶的姜片脆而不焦 和鸡肉合而为一 再加入独门调味粉跟麻油 干锅爆炒 招牌姜爆鸡 华丽上桌 这鸡我们这鸡都炸就不辣 如果还有鸡肉 不然是要弄这个鸡 我觉得这个不吃姜的人 应该也会接受吧 因为它不会有那种姜的辣味 老板对那里的用心 客人吃得出也看得见 店里的每一道菜 都有着深厚的料理底蕴 尤其是这一道酥香白带鱼卷 当是前日作业就很搞刚 就是老板他就是会把刺挑出来 他那个都是要手工的 那个你在外面没办法说 就是买这样一串一串 对 炸起来真的很好 整个每次来都会吃 这真的不是在讲 这个白鸭鱼处理过之后 然后这样炸 整个往嘴巴里面塞 完全不用担心怎么吃啊 去鱼市场买了一整条白带鱼 回来之后 难道白带鱼只能用 斩一段一段的吗 我就自己摸索了很久 然后发现它的刺 其实也满好把它片下来 有钱加大虾 每天一早从市场采买新鲜白带鱼 清洗过后接着上演摸骨神迹 手起刀落顺着鱼身对半捕 三两下的功夫就让骨肉分离 再将去骨后的白带鱼 卷成一朵又一朵的玫瑰花瓣 裹上面衣下锅酥炸 为了让鱼肉在油锅里不开花 太疼于无拍不 一开始油温要控制好 为了就是说 那我第一次下去的时候 它可以定型 不会那么容易的散开 但是温度又不能太高 因为温度太高的话 它很容易就会焦掉 起锅后的白带鱼卷 宛如一朵绽放的金色玫瑰 金黄酥香 细致绵密 而让人惊喜的 还有吃到担心老板赔钱的 爆亮蚵仔蛋 它的蚵仔超大颗的 就是跟 就是之前外面煮蚵仔汤 它都会煮一煮 然后变成小颗 可是在蚵仔蛋里面就是 它是很肥的那种 就是我有吓到 肥美的蚵仔混合蛋液 用烘蛋的料理手法 把表面煎到维酥恰恰 还能让里头的蚵仔粒粒饱满 一入口 蛋的焦香和蚵仔的鲜 在嘴中引爆 它特别香 吃起来也很软 普通的蛋煎起来 就脆脆的而已 这个很特别 我很喜欢 我们的蚵仔都是每天 那个从旗鼓那边 买来的蚵仔 那我们一分大概都 约过12颗左右 蚵仔浇好浇满 虾子也是给的大气澎湃 这华诞虾仁会饭 让客人吃尽满满海味 这种大虾仁已经不多了 虾仁都用那个一点点小小的 这个好吃 虾仁肉丝鸡蛋洋葱葱段 经过爆炒吸收祸气 再加入每天一早熬制的鸡汤 微出香气 煮出有越式鼓流感的滑蛋 和台式略带汤汁的滋味 台越口感在舌尖完美融合 这时候再配上一口温润鸡汤 直接在嘴里拌起了一场美食饱宴 这个汤很多人 如果我们来台湾都減一个汤 我听着听我都不喝 我觉得冬天喝这个很适合 天都会很冷 如果喝这个的话 会就会变成很温 浓厚温润的汤头 在寒冬里喝上一碗 把寒液都给赶跑 要善养生菇鸡汤 以鸡膏汤为基底 加入人生黑棗 红棗 枸杞 等中药材熬煮 再与鲜菇 蛤蜊 鸡肉 一起炖煮出满满精华 一勺料 一瓢汤 不是好料 绝不上桌 靠着一直炒锅 变出上百道功夫料理 销混滋味勾来了一票死忠粉丝 即便人气越来越高 蔡藤鱼还是坚持 让客人花扫钱 就能假扒扒 还有跟我讲说 你要赚钱 你要继续经营 我才能再来 都要把我倒 客人口中绝对不能倒的店 有着蔡藤鱼以大火炒出的 各种酸甜苦辣 以及满满的用心诚意 请不吝点赞 更多